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时代力量的黄一帆小姐欢迎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无党籍的徐立信先生欢迎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再次强调我这个节目 我坚守媒体中立 对于不管哪个政党哪个候选人 我都不会公开表态 听谁或反谁 第二 我再三强调这是一个公共平台 我绝对尊重我们今天语谈人的言论自由 各位会特别注意 为什么我第一小时的政治评论 绝大多数 除了专家学者以外 我特别邀请这些年轻人 这是来自于我年轻经验 我记得那时应该是大学时代 美国有一个总统大学 1972年 尼克森总统争取了一个共和党 但是有位挑战者 民主党叫做麦高文 他卷取 一个不仅影响 美国甚至影响全世界 一个观念叫做New Generation 换作中文叫做新生代 虽然麦高文 他以为参议员在1972年的 美国总统大选败北了 但是呢 两年后 他的对手 尼克森总统 年任 竟然水门事件下台 但是在 麦高文所卷取的 这个新生代运动里面 一位还是研究生 研究所研究生 20年后 成为美国总统 叫做克林顿 克林顿就是 在1972年 美国卷取 新生代运动 一位助选员而已 但是20年后 我记得他46岁 当选美国总统 各位终于了解了吧 我相信 20年后 佩军一分立信 或者 至少立法委员吧 或者内阁所长 甚至国家领导者 我是 各位终于了解我的心情了吧 我是 抱着 培养 应该说拉拔吧 新生代的心态 对各党都一样 你看我一定 政党平衡的 我们今天只有两段论述 第一段谈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出炉了 也引起相当的争论 第二段 我们就谈民进党 到目前为止 这个党内初选还没走完 包括 柯文哲效应会怎么样 好 我们先看 一个综合性的新闻 请 15号国民党初选办法定调 除了特别提名办法 通过主动或被动 把具实力的党员 纳入初选之外 七三笔改为全民调 更让王金平感到不满 批评蓝营一变再变 恐怕让不信任国民党 成了选民心中最大党 甚至外传 不排除脱党参选 那是他们细想象的 我什么都没有做决定 王院长委屈了 但我相信他心中有很多的不满 但是我们现在毕竟办法已定 民众也在看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 公平公正公开的来举行 那我也相信 最后我们一定会提出最强的候选人 我目前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认为 我是最适任的 公道话才说完 朱立伦就赶着替自己拉台 来因初选大战 俨然已经开打 而远在花莲的红海董事长 郭台铭也对初选制度表达看法 我非常同意 王院长现在的处境 同意他的看法 对我来讲 我还是坚持希望 公正公开公平 郭台铭再次下田 体验小农生活 但找了童谣有意拼 总统的签歌会张善政 担任地培 也给了外界郭张佩想象空间 派代表到党中央协调隔天 蔡总统 赖清德 都到中部跑行程 两人的党内对决 在第一次协调之后 总算确定会有包括 声论 提问 结论的 电视证件发表会 不过证件会民调时程 还是没能确定下来 到底是辩论或是证件发表会 还是有其他的形式 这部分我都尊重党中央的安排 因为这个是技术性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初选的棋程 已经延过两次了 目前遥遥无期 我们都由古人小组 来协调 由民进党的民主的机制 来做最后的决定 中午下午 双方代表将会进行第二次协调 初选棋程也预计会在下周三 立委初选完成后 由中指会定案 蔡总统和赖清德的竞争 要进入白热化阶段 几天前民进党的秘书长 卓龙泰先生说 国民党只能看到民进党的车尾灯 这下子应该民进党看国民党的车尾灯 我是指党内初选 当然还不知道 这是一个比喻而已 其实今天最重大议题 你看晚报 连续一二三版都谈同分与否问题 不是我不谈 这个议题势必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所以我只是列而不述 我只能引用教宗 现任教宗他讲一句话 他就是来自方济阁 他引用一个古代的教父 Saint Francis 圣方济阁 教宗方济阁说 对同分的问题 他说我尊重 我为这种态度 我尊重 当然各位你要认诉 我不反对 但是我们就请这个 佩军小姐来谈 就是这是今天报纸 说的 王金平院长说 不信国民党 他说 不用报名就可以比赛 哪有这种道理 不信任国民党等 这是他的说法 我只能这样对国民党 我提点 要高度注意 王金平院长的动向 如果没有处理好 如果没有处理好 万一 王院长去跟 柯文哲市长合作 或者王院长去跟 如果蔡出现的话 或赖出现的话 合作的话 那国民党会不会有 劣劫问题 我只是提点 并不表示一定发生 这是我 我刻意的提出来说 国民党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这问题 我对王院长的动向 非常敏感 并不代表 我说 但是这个问题 显然的 可能会发生 第二是 郭董的 我中部评论了 来 佩晋 你站在一个国民党籍的议员 而且非常优秀 我看到你昨天咨询 我特别注意到你咨询 非常好 我觉得你咨询 非常优质 非常优质 来 请你对国民党党内出现 来 我完全尊重 你的这个 你对党内的出现的评论性 是 虎大哥 首先我不同意 这个出现一变再变的 这个说法 因为所有的民主程序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会有非常多的讨论跟对话 那在决定之前 当然是可以充分的去做讨论 跟各种想象的 有进退的空间 那这个国民党的初选办法 在过去这半年以来 固然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党中央在今天之前 从来没有正式的 提出一个版本出来 所以当然就没有 所谓的一变再变 那大家之前看到的 各种可能 当然就是我刚刚在讲的 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 有各种的妥协 有各种的对话 有各种的讨论 那现在已经确定了一个版本 那就是之前不同的意见 统统合起来之后 党中央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所以我说如果要讲 它是一变再变 我认为这个形容 是不尽然公平的 你不同意王院长 昨天的记者会 没有错 这就是我下一步要讲的 王院长身为我们非常资深的 国民党的从政同志 他这样的言论 我相信会让很多人失望 甚至是情感受伤 过去国民党有很多 像这样的轻痛仇快的言论 会被人家贴上 内斗内行的标签 那王院长过去 当然有很多人 对他很不客气的指教 包括说他是蓝皮绿骨 等等的这些 那我相信院长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不清楚 他有没有跟幕僚讨论过 又或者是说 他个人一时的情绪性发言 但是我会非常希望 作为他的后劲 我会希望这个 有分量的前辈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要再做这些 轻痛仇快的事情 参选是中华民国国民 四十岁以上的权力 那登记这个党内初选 是所有的党员 依照这个党章之后 他们也有相对这样的权力 那国民党经过 这两次大选之后 我相信伤口都还在 只是现在暂时愈合了 那真的经不起 在这样的折磨 党内团结争取明年的胜选 才是现在党内最多人的希望 那说到这个一变再变 他等于是把这个炮口转向内 会让很多人觉得很失望 而且我同时希望呼吁他 说到一变再变 真的经典 其实应该提的是民进党 刚刚这个胡达哥讲了 民进党还好意思说 看不到车尾灯 这个左主席说的 对 现在真的是不知道 谁看不到谁的车尾灯 因为当初先定好初选的 时程跟办法的 确实是民进党 可是这一路以来 大家也看了 这个不止时程被按了暂停键 方法也变了 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初选 更荒谬的是 现在连初选的办法 都可能会变 因为本来的过去 都是式化的民调 现在有很多人出来讲说 应该手机的民调 不然就是扼杀 年轻人的空间等等 这一波言论 现在也在民进党党内发烧 所以提到初选的制度 一变再变 我相信绝对是民进党 变化的空间 那才叫做一变再变 因为他们是先定案 然后之后有这么多的变数 相对来讲 我们是一直有很多变数 但是现在才定案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那最后就要提到柯市长 很多人分析说 这个在蓝营 看起来这个 有一些波涛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让柯市长得力 可是有趣的是 今天美意岛电子报 有一份最新的民调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过去在 在萨卡都的状况之下 柯市长大概都是第二名 国民党不管提谁 大概都在第一名 那民进党的部分 大概不管是赖清德 或是蔡英文出现的时候 都是第三名的状况 是过去比较多的民调 显示出来的结果 可是美意岛这份最新的民调 反而非常有意思 现在蓝绿的差距拉近了 可是第三方柯文哲 反而已经落到第三名 各位可以看到 不管是韩国瑜对上赖清德 或是韩国瑜对上蔡英文 或者是郭台铭对上赖清德 或是郭台铭对上蔡英文 柯文哲都是稳稳的第三名 他的支持度 甚至在最低的时候 是郭台铭对上蔡英文的时候 他的支持度 只剩下百分之十七点七 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蓝绿都出现强壮的时候 柯文哲被边缘化的状况 会越来越明显 现在从今天美意岛电子报的民调 可以看出这个状况